2004年在印度洋发生了一场大海啸 这场海啸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是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 其中受难者包含大量的观光游客 今天要看的这部电影《海啸奇迹》 就是由其中一个无口之家的故事改编而来 圣诞前夕 玛丽亚和亨利带着三个儿子前往泰国度假 一到目的地他们就被眼前的美景迷住 一同在那里度假的还有上千个这样的家庭 晚上他们在海滩放飞孔明灯 带着对新一年的美好住院结束这一天 晚上玛丽亚做了一个梦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亨利也心事重重 她担心自己会被公司炒鱿鱼 玛丽亚安慰她自己可以回去工作 原来玛丽亚是一名医生 是为了照顾孩子才当家庭主妇的 聊完亨利开始陪几个孩子在游泳池玩耍 而玛丽亚一个人在岸上看书 这时一阵海风吹了过来 将玛丽亚的书液吹到了地上 去捡的时候她发现玻璃正在震动 众人都发现了这一异常 只见海鸟成群飞往陆地 外滩的椰子树一颗颗倒下 远处传来人们的尖叫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巨大的海浪一瞬间铺天盖地卷来 爸爸赶紧护住身边的两个小儿子 而大儿子卢卡斯呢 机智地跳进了游泳池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玛丽亚抱住了一棵大树 她孤独而绝望地呐喊着 突然她看到大儿子卢卡斯 从眼前的水面飘过 玛丽亚想也没想 就朝儿子游过去 却被急流卷入水下 腹部被水里的树枝插中 此时卢卡斯抓住了一块巨型广告牌 而玛丽亚却失控地被水流冲走 卢卡斯又朝玛丽亚游了过去 终于两人一起抓住一块漂浮的床垫 他们努力地想要抓住对方的手 床垫却撞上一根电线杆 将两人撞得再次落入水中 更糟糕的是 另一个巨狼再次袭来 她在水里避免被冲飞 却还是被水下的杂物给割伤 不知道漂流多久后 卢卡斯终于抓住一根电线杆 她绝望地呼喊着母亲 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 这时她看见母亲飘到了离她不远处 卢卡斯激动地游过去抱住母亲 潮水平息之后 两人慢慢上岸 上岸后 卢卡斯却被母亲身上的伤口静呆了 母亲的腿部已经严重受伤 只是因为高度紧张和长时间的浸泡 导致身体上已经没了知觉 母亲被杂物冲撞之后 受了严重内伤 但她还是极力地鼓励着卢卡斯 简单处理伤口后 卢卡斯和母亲继续前行 中途两人救下一个和父母失散的小男孩 并捡到了一瓶可乐 害怕海啸再次来袭 三人爬上一棵大树稍作休息 小口小口地分享着那瓶可乐 孩子们安慰着受伤的玛利亚 这也让这场灾难显得不那么沉重 此时的海岸已经一片狼藉 昨天的这里还像天堂一样美好 今天一切都被摧毁 海啸毁掉了这个旅游圣体 也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几个来救援的当地人发现了他们 将他们带回了村子里 并用小卡车将他们送去了最近的医院 一路上卢卡斯看见无数的求救者 以及无数正在帮助别人的人 还有用车拉着整整一车的尸体 医院也是一样 到处停放着在海啸中受伤的人 因为物资人手不够 很多人并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玛利亚被停放在一个小隔间里 突然他一阵剧烈的抽搐 现在玛利亚急需抗生素 可是药瓶上全是泰文 卢卡斯根本看不懂 索性医生及时赶来为玛利亚处理的伤口 医院里有很多寻找家人的人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说着不同的语言 卢卡斯只好掏出小本本 将他们说的名字记下 在医院里进行传递 帮助他们寻找家人 看到因为自己的帮助而团聚了父子 卢卡斯内心激动无比 他想和母亲分享这份喜悦 回去后才发现玛利亚不见了 玛利亚原本的床位已经被安置了别人 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卢卡斯瞬间崩溃 一名护士将他安置在儿童收留处 这里的孩子全部是和家长失联的 卢卡斯翻看着遇难者的相册 翻到第三章的时候 他害怕的关上了相册 看着和母亲相似的照片 他越来越害怕 除了失联的父亲和两个弟弟 现在他只剩下一个许久未联系的爷爷 但是他连爷爷的电话都记不清 护士把他的信息进行了登记 为他贴上了一枚标签 孤独弱小的卢卡斯只能在这里等待消息 与此同时 父亲亨利正在海边寻找着母子俩 嗓子都快喊破了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索性的是 海啸发生时 他将两个小儿子保护得很好 但自己却满身伤痕 寻找一天无国后 为了两个小儿子的安危 他决定将他们送去山区 自己呢则继续留下来 寻找玛利亚和卢卡斯 但旧伤未遇又添心伤 寻找的过程中 他再次摔进废墟之中 身受重伤的亨利 终于拦下一辆过路的车辆 去到救助站后 亨利遇到一群和他一样来旅游的人 一个男人好心地递给他一个手机 让他给家人打电话报个平安 拨通电话后 亨利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当得知妻子并没有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他情绪失控了 40来岁的大男人哭得气不成声 电话还没有讲完 亨利已经控制不住想要挂断电话 男人跟他说 不能就这样挂断 亨利接着给父亲打过去 并告诉他自己 一定会找到玛利亚和卢卡斯 另一边 卢卡斯终于等到了母亲的消息 医院的人 拿着玛利亚的手表和戒指 来让他认领 尽管知道这些都是母亲的东西 卢卡斯却不敢相认 他害怕这是母亲的遗物 医院的人将他带去一个病房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 而是因为要做手术被转移了 但他腿部的伤口严重感染 却因为湿血过多 太虚弱 根本无法动手术 现在的玛利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旋着的一颗心还是没有落下 另一边的亨利还在坚持不懈的寻找着母子俩 每家救护医院大概有几千个受灾者 而这样的医院有好几个 想要找到两个人并不容易 终于只剩下最后一家 亨利走进医院开始寻找 可是因为帘子的遮挡 他并没有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妻子 玛利亚似乎感应到了亨利 然而他太虚弱了 根本无法说话 另一边的卢卡斯正在排队领取食物 突然他看到了离去的父亲 虽然没有看到脸 但仅凭一双腿 他便认出那是父亲 卢卡斯疯狂地冲下楼 却怎么也找不到父亲的踪影 入眼的是成千上万的人 但他不想放弃 于是跑出医院继续寻找父亲的踪迹 却和在楼梯下等待的两个弟弟擦身而过 心急如焚的卢卡斯大声呼喊着父亲 弟弟们听到了他的声音 冲下汽车向他奔来 父亲也听到了卢卡斯的呼喊 父子四人激动地抱在一起 终于团聚 他们一起去到医院 看望极度虚弱的玛利亚 家人的团聚也让玛利亚得到了勇气 因为她的腿部受感染严重 医生立即安排她进行手术 亨利和三个孩子在手术室外忐忑地等待 索性最终玛利亚战胜了死亡 灾难过后 一家人被保险公司安排转移到了新加坡 在那里 玛利亚将会得到更好的治疗 在电影开头 亨利还在为琐碎的工作而烦恼 卢卡斯也时常叛逆 不听母亲的劝告 相信经过这场灾难之后 他们会更加相亲相爱 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